味心甜美的南韓直播主媚伍玥 近日造訪北部各景點享用美食 沿路直播吸引不少民眾目光 没想到二十九号晚间九点多 他到板桥林家花园附近直播时 疑似因为中暑身体不适 当场蹲在路边向路人求救 警方在获报后也急忙到场协助送医 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 因为太热吗 救护车来了 玩玩耐 事发当下五月满脸爆汗 整个人似乎还出现呼吸困难症状 传到连话都说不清 而他当时也不断回头 向路过民众用英文求救 但碍于语言不通 旁人无法即刻得知他的情形 导致他只能痛苦蹲在原地 而且脸色十分苍白 只要最后体力不知昏迷倒地 吓得一名陆籍男子 连忙上前协助报案 也拨打了救护车到场 事实上五月去年前往香港旅游 也发生意外小插曲 被陌生男子搭讪尾随 整个过程都被直播播出 让港警顺利歹人 这回在台湾热晕 同样也在直播画面再曝光